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胡福技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25集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变形金刚 传世系列G2配色的autobot jazz 包装盒的话也去给大家看一下 它使用了86大电影的Jazz的模具 然而这一次的爵士的话 稍稍的比一般的重图作品多了几分的诚意 主要是它多了两个零件 这是它的一个没有办法搭载在车上 因为我找不到洞可以查了 它这个应该是Wolf Cybertron探长的武器 然后这个武器的话算是86的大电影头 没有附上 那么这个玩具本身的变形是很好玩的 配色也非常鲜艳 那我今天现在这个时间是晚上深夜时段 我们把几个G2的玩具拿出来把玩一下 深夜时间玩一些不用很烧脑的玩具 顺便给大家聊聊天 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养成的一个非常好的书鸦的习惯 我讲一个小故事好了 最近我有一位认识已经有10年左右的变形金刚同好 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可能有些人台湾的朋友可能有些知道 他最近的话要动一个手术 他的舌头的话必须要割除掉 他可能会以后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说话 那前几天的晚上他突然录了一段话给我 那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 就是他的状况来讲 就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他必须用他的声音来换他的命 如果他不把舌头割掉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那我自己觉得真的 因为他年纪可能小我将近有10岁吧 我真的觉得有一句老话叫做棺材 就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大家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没有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事情 你活的时间长短是一回事 你是不是健康的活到最后一刻 或者是让你的健康的时间比人家长 这才是重点 你如果活了100岁 但是你卧病20年 跟你活了60岁 但是你只有最后一年才不健康 那相比起来我们宁愿是 对不对 不要活那么久 但是健康嘛 好吧 那就也是每一次都在分享玩具的时候 如果刚好有一些心情上的小故事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想若干年以后 如果我们再来看这一节节目 我们也会被自己给拯救了 这个自己拯救自己 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前几个月的话 也给大家分享过这一类的相关的故事了 一字摆开 回到玩具 很帅气 变形金刚就是这么的好玩 可以把很多帅气的车子变成机器人 行 那这个西红柿炒蛋配色的这个爵士的话 我们也欣赏过了 非常漂亮 我们就来玩一下它的变形过程了 首先的话 把这个两个车窗给打开 然后脚的话 可以先把它给分开 这脚地板扣得比较紧 这个地方 组合把它给分开 然后脚直接拉出来就行了 它这个 这个地方 直接的把它往外面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脚的侧边 轮胎给往下翻一下来 那么呢 将这个背包往上提一下 手臂抬出来往两侧 抬出来往两侧 抬出来往两侧翻出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块部件 这是人形的肚子这个部件 转到前方来 我们只要转肚子这一块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把这一片 淘下来 头部呢从这个地方给翻出去 它这个头啊 这一块部件呢 也是一个C型扣 我觉得吧 我在变形的时候呢 也是容易去喷出来的 然后呢 这个部件 这个凹槽 要跟这个 橘色的凹槽的话呢 待会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合 那我们这个头的话 记得要把它给 推出去一点啊 这里 好 这样子 下来 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给卡进去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平整 胳膊的话呢 顺势往下放 拳头给翻出来 它这个拳头翻出来 比较轻松一点 并没有什么阻力啊 好的 那背包的话呢 是把这一片部件 往内 折进来 那按照说明秀的变法呢 是把小翅膀是要收起来的 小翅膀啊 其实应该讲车门啦 车子的侧门啦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款 AutoBot Jazz G2配色 细暗配色 西红柿炒蛋 番茄炒蛋配色 就算完成了 那它多出来的这一对的武器的话呢 其实是 它等于是有三把枪啊 你要让它呈现一个 拿双枪是没有问题的 后面的话呢 也可以再把它给扣上去 这样它的武器就非常的多 当然的话呢 它一样是可以把它做一个 这样子切过来 好像有一个类似于是肩炮的感觉 也是可以 稍微借位一下也是OK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玩具本身 面雕依旧非常的帅气 即便你已经是一片的 番茄炒蛋 你还是那么帅 只要你帅 即便你是一颗番茄 即便你是一颗鸡蛋 你还是能那么帅啊 好吧 然后肚子的话呢 是银色的涂装 也就是它可能是它身上 唯一不是这种 这种西红柿颜色的 就是这样子的 那背包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说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好像有人都会纠结说 到底这个GS有没有小事吧 那你如果愿意把它给翻出来 好像也是可以 G1的玩具 是不是有小事吧 其实我没有那么熟悉了 但是这也是一种选择了 那这个模具本身的话呢 就是后面 脚后面这个空洞啊 是它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了 那这一款的话呢 我这个膝盖也是稍微有点 有点偏松偏软 那不管怎么样 G2配色呢 就突然我就着迷了 突然我就想把它收起了 那也没有收起了 就挑了几个 我比较喜欢的模具啊 就是眼前的这三位博派成员 还有LG的钢索 还有LG的这个雷射科博文 那大概是五个模具 那狂派只收了一个喷气机的异色版 那就利用这一集 给大家呢 也聊聊我生活中最近一些小故事 那就给各位记忆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